洞察秋毫 宗庆后在1987年还一文不明 高中毕业的他 时任杭州一家校办工厂的销售主管 负责向当地商家推销冰棒和奶制品 这已经是他能升到的最高职位了 有一天宗庆后听说 当地有一名医学教授发明了一种补品 可以提高精力 增强小孩的胃口 宗庆后看到了自己生命中的机遇 1987年的时候 声名狼藉的计划生育政策 刚刚开始在中国实行 中国的父母在他们的一生中 经历过多次饥荒 他们害怕有朝一日 在有吃不饱饭的时候 他们唯一的孩子会死于饥饿 或其他因营养不良带来的疾病 在中国 孩子胖就等于健康 宗庆后 从管理学校的上城区政府那里 拿到了一万七千美元 和政府合作成立了一家公司 获得了这种营养品的生产销售许可 他把这种产品命名为 娃哈哈 这个名字来自于 一手儿歌 意思就是小孩子高兴时的笑声 1988年10月 第一批娃哈哈营养口服业开始在商店里销售 广告语 多少有点哄骗意味 喝了娃哈哈 吃饭就是香 担心孩子不吃饭的家长们 绝不会错过这样的承诺 这些看上去像小瓶药水一样的营养液 立刻就销售一空 有关营养液神奇效果的传言不敬而走 很快 全中国的家长们 就都冲进当地的店铺 要购买娃哈哈营养液 模仿者也纷纷出现 政府向宗庆后颁发了科技研究的国家大奖 需求不断高涨 宗庆后有点应接不暇 如果娃哈哈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竞争对手就会沉系而入 1991年 娃哈哈还只有一百名员工 宗庆后和政府方凑到了一千万美元 购买了杭州一家破产的罐头食品厂 这家厂有两百名工人 仅仅过了三个月 工厂就开始盈利 工厂的全部产能都用来制造娃哈哈口服业 但是需求依然在不断上升 全国各地都要求引进这种 看上去神乎其神的灵丹妙药 影响销售的瓶颈不仅仅是产能 当时连接杭州和其他省市的铁路公路系统并不发达 运输也是一个大问题 当时中国政府正开始宏大的三峡大坝工程 水库会淹没湖北和四川省境内长达数百英里的一片狭长地带 包括好几个城市和乡镇 其中有超过一百万人口需要重新安置 但是到大坝完工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同时库区的国有企业也在苦苦挣扎 当地政府缺乏在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中竞争的经验 宗庆后前往这些地区调查是否有可能进行扩张 他在沿江城市福陵找到了三家破产工厂 几乎立刻就可以开工 这里有充足的劳动力 而且宗庆后可以利用政府用于帮助三峡库区人民安置的资金 当然他承诺在三年后归还这些资金 一夜之间 宗庆后成为了全国性的企业家模范 在政府报纸上频频出现 很快 其他同样有着破产工厂的城市 也开始向宗庆后提供资金 建立新的生产工厂 后来有报道说 喝了这些含有激素的口服液的小女孩 提前进入青春期 这导致了娃哈哈和其他仿制产品的需求下降 市场上很多产品被发现含有荷尔蒙 娃哈哈被起诉其口服液中加入了荷尔蒙 但是1996年的庭审宣布公司无罪 与此同时 宗庆后一直在数十个城市中建立分公司 接管摇摇欲坠的国有工厂和工人 他还开始销售娃哈哈品牌的产品 包括运动饮料 茶饮料 以及果汁 相比在西方流行的韩糖软饮料 中国人更喜欢这些产品 宗庆后有意避开了大城市 在这些城市中 台湾公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占据了同类产品的市场 相反 他在城市周边地区销售自己的产品 这些地区是大公司不在乎的地方 但是宗庆后也清楚 他需要国外的专业知识和资金 做到足够大才能与这些跨国巨头进行竞争 他找到了一家需要自己 正如自己需要对方的企业 法国的达能集团 达能公司 只在上海有一家很小的销售饼干和酸奶的合资公司 他们在两家啤酒企业的投资也一塌糊涂 法国人意识到 如果不能找到强大的本地合作伙伴 就只能永远在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的边缘徘徊 1996年 达能提出以4500万美元收购娃哈哈的控股权 宗庆后当然可以用这笔钱 但是他不喜欢交出控制权的想法 他知道当初达能收购豪门啤酒之后的故事 由于豪门啤酒卖得很好 新的法国老板抬高了售价 消费者很快就转向更便宜的其他牌子的啤酒 再加上达能在当地的合作伙伴的轨迹 豪门啤酒很快就完蛋了 但是达能坚持要51%的股份 宗庆后最终与对方达成一项协议 他组建了五家自公司 达能在这些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 但是他拒绝对方在母公司中持有任何股份 有了达能的钱 宗庆后决定在现有的两条生产线之外再建七条 达能告诉他再加两条就够了 但是他没搭理对方 七条线很快就进入全负荷生产 此后他还把达能派来的人聚在杭州公司的门外 离得最近的达能管理者是在上海的一名会计 公司定期允许他前往180公里外的杭州去检查账簿 娃哈哈则进一步走向多元化 1998年 公司开始销售非常可乐 意思翻译过来是Extreme Cola极限可乐 但是产品的英文商标是Future Cola未来可乐 其红白相间的包装和可口可乐非常像 这种饮料直接和可口可乐及百事可乐竞争 但是宗庆后依然相信 一旦这些公司打算进入中国的农村地区 他们将举步维艰 因为娃哈哈在这些地区扎根太深了 2002年 他开了第一家娃哈哈儿童服装商店 一家在巴黎的设计室 设计时尚但便宜的童装 今天的娃哈哈有70家子公司 其中29家是和达能合资的 总体上 达能在娃哈哈的全部经营业务中 占有30%的股份 娃哈哈的股权结构 比大部分中国国企都要清楚 宗庆后和他的团队持有母公司55%的股份 杭州市政府持有45% 娃哈哈集团现在有一万多名员工 825人拥有大学本科学历 53人拥有硕士学位 8人有博士学位 和大部分依赖自己的家族或同乡的中国企业家不同 宗庆后从全国最好的大学中招聘 他的周围都是充满进取心的年轻管理者 宗庆后是一名聪明绝顶的世事插手的企业家 他对公司经营的方方面面都了然于胸 总是在寻找新的方法缩减成本 当塑料包装瓶价格上升时 他成立了自己的制屏工厂来节省成本 他还有自己的运输包装工厂 每天每家工厂都会通过传真 把生产报告发给他 如果在出差路上就发到酒店 当他外出参加行业会议或国外展会时 他的身边会有十几个工程师 但是爬到设备下面检查内部结构的人都是他自己 返回时他们会带上城乡的饮料 这些都是从当地超市购买的饮料 拿回公司进行品尝和研究 宗庆后是一名严厉的领导 在娃哈哈 被解雇和被降职都不需要太费劲 如果从娃哈哈一家工厂出来一些有问题的产品 公司负责质量控制的主管 就会立刻被降至车间质量控制经理 新员工都会被派到附近一个军营里 进行一轮基本军事训练 包括行军跑步和射击 这都是为了强调纪律性 收入可以很高 但是大部分都是以奖金的形式发放 奖金和公司业绩挂钩 平均来说 车间主管每年大约可以拿到三万五千美元 公司管理层的收入在六万到十二万美元之间 办公室人员平均收入在六千美元 每年 全公司业绩最好的三千名员工能有一个礼拜的休假 费用由公司承担 娃哈哈的分销网络 针对中国人对成为一名企业家 对参与贿赂和对不争吵就不付款的偏好 制定了措施 为了克服腐败和付款方面的问题 宗庆后要求每个分销商都先支付给自己一笔现金押金 金额等于预计的未来几个月的营业额 它会比银行略高的利率支付押金利息 由此它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分销网络 唯一可与之媲美的 是宝洁用了15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分销网 娃哈哈的网络包括35个娃哈哈销售代表处 2500名销售团队员工 大约15000家批发商和分销商 以及数百万家零售商 销售团队负责与零售商保持长期的联系 以免批发商错过市场变化 或向公司提供错误信息 除了出色管理才能 宗庆后在销售和政治方面也能洞察秋毫 他对中国消费者想要什么有着非常强的直觉 这是他在商场中闲逛与各种人交谈 看他们买什么而磨练出来的本能 他还知道如何通过为政府办好事来把事情做好 公司有一个豪华展厅 这是党的盛殿 里面布满了宗庆后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 很多人都曾访问过娃哈哈的总部 一张海报上显示 公司有80%的员工都是中共党员 每个分公司都有自己的党支部 一张建党85周年庆祝活动的照片上 宗庆后和其他几名娃哈哈管理者站在一面中国国旗前 举起一个拳头宣誓 在每个工厂的入口都有很大的宣传牌 上面写着党最新的口号 配有工厂的主要领导人照片 下面是他们入党的时间 这种密切的联系带来了不菲的回报 90年代中期 安徽省有三个女孩在喝了娃哈哈营养液后身亡 产品显然被投了毒 宗庆后立刻赶到北京 说服中宣布 封锁对这起事故的报道 有一家报纸的编辑违反了禁令 她立刻就被撤了职 宗庆后对地方和中央政府的需求一直都非常留心 她开创性的进入三峡库区向安置人民提供就业机会的举动已经非常出名 同时她还做了很多较小规模的公民义务方面的举动 这也服务于她的市场目的 为了让儿童在走路或骑车上学的路上保证安全 她向河南省捐赠了五万顶黄色的棒球帽 上面印着娃哈哈的商标 以公司的座右名概括来说 就是运营一家企业就是为人民服务 她还会使用爱国主义 只要能有助于自己的目的 1999年 当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 宗庆后看到了市场中的机会 她设计了一个广告 一枚巡航导弹在中国土地上飞行 最后击中了一罐巨大的非常可乐 当爆炸的硝烟散去 非常可乐罐头却纹丝不动 话外音响起 非常可乐 中国人自己的可乐 中国政府拥有的国家电视台CCTV 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观看的春节联欢晚会期间 不间断地插播非常可乐和娃哈哈其他产品的广告 宗庆后宣称 他对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培训 使他们能够在自己不在的时候 继续管理公司 但是到目前为止 宗庆后就是公司 如果没有他顽强的个性 不断推动公司前进 很难想象娃哈哈的将来会怎样 他就是某种形式上的皇帝 一名公司管理人员说 在这里工作其实很简单 因为所有决定都由宗总说了算 对宗总的绝对权利的恐惧 让达能的管理层也不能寐 虽然与娃哈哈的合作 帮助这家法国公司真正进入到中国市场 但是要让公司在创始人离开后继续生存下去 就必须经历重大的文化和管理上的转型 宗庆后现年58岁 他说自己还有好几年的时间来打造这家企业 当我们坐在北京中国大饭店的大堂里面 讨论他的生意时 宗庆后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 但仍显出一些疲态 他来北京是视察附近的工厂 还有接受解放军颁发的一项爱国奖项 他的头发以一种非常有创造力的方式 卷曲在头顶 这是中国中年男子非常流行的一种发饰 他精力充沛 笑声爽朗 但是眼睛下面的深色眼袋 依然说明了极其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 三名二十出头的随从在附近等待 行李已经打包好 只要我们的谈话一结束 他们就随时可以出发 去赶晚上的航班 宗庆后可以抓紧时间 多视察几家娃哈哈工厂 宗庆后穿着皱巴巴的波士须 一根接一根的在非抽烟区里 抽着代位杜夫烟 他在思考 在这二十多年做生意的过程中 自己在管理上学到的东西 他的管理哲学很简单 对你的员工言中有爱 他说 你要一手拿着胡萝卜 一手拿着大棒 让他们能够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 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职业通道 但是如果有人犯错 就要给他严厉的惩罚 他向政府提供帮助 但并不直接参与政治 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家 你必须了解政治 但是你不能参与其中 宗庆后说 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政治 你就做不好事 如果政府不支持你 你就寸步难行 你的公司必须要帮助国家解决困难 他补充说 中国的经济在高速成长 中国的消费者对新产品趋之若鹜 因此公司老板必须对市场有着直接的了解 他承认 现在在中国家庭中 肥胖症儿童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主要原因是缺乏运动 快餐和代糖饮料 后者是娃哈哈和他的竞争对手销售的产品 但是他对此也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他计划中的下一个产品 就是一种减肥饮品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虽然说 在华外起 不可能也不愿意 完全复制成功中国企业的商业和管理模式 但是 我们依然能够从后者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在相对很短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的政权 从儒生转到了农民 又转到了工程师的手中 儒生又回来了 但这次 他们专注于商业管理的技能创新 创造中国的未来 而不是孔孟哲学的升班硬套 他们不仅仅在大学里 下一代的中国领导人 他们现在担任各省市的党政领导 都受过很好的教育 三分之二的人有很高的学位 还有二十多人有博士学位 到现在 有二十人在西方受过教育 到今天为止 中国的建设 来自于低成本的制造业劳动力 通过容易获取的政府资金 受保护的市场和政府采购 建立了大型的国内企业 这些企业必须要成为国际市场中竞争者 他们需要有现代化的 高效的中国式管理体系 而这一切并不容易 全世界的教育都无法克服 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 当我在中国做风险投资业务的时候 我总是精益于共事的中国企业家的教育成就和惊人报复 但最令我吃惊的 还是我所谓的毛式管理模式 我认识的那些企业家都在美国获得了很高的学位 大部分是MBA学员 有些人在IBM、HP或其他大型跨国企业中 有过多年的工作经验 但是一旦他们成为了自己公司的领导 很多人转过头去 开始复制他们生长于私的那套体制 他们变成了独裁者 外表无所不知 内心却充满不安全感 他们聘用那些只会点头的人或者亲戚 随着他们的自负不断膨胀 这些人总是通过一些突发奇想来发展业务 而不是详细规划和市场调查 对于想要建立高效的中国公司的外国企业来说 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详细规划好的指导 中国的高速增长 再加上对人才的竞争 使得很多中国人非常快就能升到最高管理层的岗位 很多人外表看来非常自信 但是内心对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却感到害怕 严肃的辅导计划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计划中要包含实战项目 让他们学会如何通过调查研究 咨询专家听取不同意见 而不是纯粹依赖自己的本能来做出决策 这样的培训必须持之以恒 外国企业已经发现 如果不反复强调 中国经理就会走回到老路上 研究中国和西方的混合管理体系的最佳案例 在2004年12月发生了 当时IBM同意将其个人电脑业务 与中国的领先PC厂家联想集团合并 合并后的公司有1万名元IBM员工 9000名元联想员工 公司由来自纽约的前IBM管理层管理 IBM拥有新的全球化的联想集团的19%的股份 中国政府机构拥有46%的股份 其余由联想及其管理层所拥有 要取得成功 IBM和联想必须结合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文化和思维方式 蓝色巨人遇到了红色巨人 在这个利润微薄竞争激烈的领域中竞争 同时还需整合复杂的供应链和销售网络 联想集团将保留IBM的品牌5年时间 而珍贵的ThinkPad品牌则永远归心公司所拥有 在IBM和联想集团谈判期间 中国政府同意了这一交易 但是并未参与谈判 这是和过去最大的不同 中国政府把这次并购 看成是中国有史以来 在商业上迈出的最勇敢的一步 而IBM则把交易看成是 成为本地厂家进入中国市场的门票 联想可能是中国进行这种试验的最合适的公司 1984年 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军用雷达专家柳传志 和其他十名科学家成立了联想 柳传志天生就是一名领袖 但是他缺乏商业经验 公司后来和一名香港企业家合作 后者帮助科学家们建立了进口电脑 在中国的销售和分销渠道 公司开始快速发展 六年以后 联想开始生产自由品牌的个人电脑 1994年 联想在香港上市 柳传志慷慨地发放股票期权来吸引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和来自跨国企业的充满进取心的年轻中国经理人 他指导那些最优秀的人才 不断给他们创造机会 他还引入了麦肯锡的顾问 这些顾问在公司一呆就是好几年 几乎都住在了公司里面 他们建立了西方化的管理体系和物流系统 并建议联想跟随IBM的步伐多元化 进入软件服务领域 但联想依然算不上是世界一流企业 它和所有其他中国公司一样 受到政治的困扰 它的强项在于分销 而不是研发 联想大部分的技术是第三方授权的 公司在早期进军海外市场和服务领域的努力遭遇了失败 在本土 它的市场份额受到戴尔的蚕食 后者最近几年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制造规模 在交易前一年 联想的股价下跌了34% 另一方面 IBM的PC业务也在面临相类似的可怕困境 在和联想合并前的三年半时间里 IBM的PC部门亏损大约10个亿 IBM的CEO彭明胜说 他的目标是打造一家真正的国际化中国公司 IBM在中国一直都很聪明 IBM的大型机早就遍布中国 而中国人甚至都不知道怎么用这些机器 金融市场和其他重要的基础设施都建立在IBM的技术基础上 当并购宣布时 IBM在中国有4200名员工 其中有1000人是软件工程师 150人是从事与IBM全球业务密切相关的研发工作的科学家 到目前为止 两家公司都做了一些正确的事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60岁的柳传志退休了 这在中国企业的创始人中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举动 公司成功的关键是新公司的CEO 原IBM经理人Steven M. Ward和杨元庆的关系 杨元庆是一名在中国接受教育的计算机工程师 他是柳传志的接班人 出任新公司的董事长 杨元庆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这次交易 我需要他们 他们也需要我 通过并购 IBM和联想把公司和中国政府的目标和战略结合在了一起 我们和中国政府或其他任何政府的确没有任何特别的交易 彭明胜在交易签字后解释道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妙非常复杂的过程 如果你融入他们的计划 成为真正的本地企业 帮助他们不断进步 那你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这两家公司的合作之路 看上去和十多年前 摩根市单立的Jack Wattsworth和建设银行的王岐山 合资成立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时的情景相当一致 虽然联想集团不像中金那样拥有垄断性的地位 他依然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权力支持 因为他的成功将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声誉 关系到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商业的进程 就像Jack Wattsworth是美国的商界精英 而王岐山是中国同代人中的成功典型一样 联想是一家非常中国化的企业 而在企业界 也再没有比IBM更美国的西方公司了 他们的文化整合将是一场历险 也将是成功或失败的关键所在 让我们期待他们能从前行者那里 吸取经验和教训 商业红宝书 什么是一家中国公司中最重要也最有问题的四个字 听领导的 中国企业家倾向于什么都做 而不是专注于核心业务 其结果往往是致命的 教育在中国既是最大的优势 也是最大的劣势 中国人记忆超群 精于数学 暗于枯燥冗长工作的科学家 但是死记硬背的教育体系 大大削弱了人们的分析和领导能力 管理分层 高管会在他们自己的周围 安排各自的亲信 无论他们是香港人 台湾人 新加坡人 还是北京人 为了让企业文化在公司中其主导作用 而不是种族文化或中国的等级团体争斗 你要在管理体现中的各个层级 都安排外国人和中国人 管理及权变 需要灵活性和创造性的决策 但是中国经理人寻找的是 可以照搬的管理工事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心的恐惧 以及一夜之间对追求富裕的彻底的改变 导致人们之间毫无信任可言 在中国商界 人们的预期就是欺骗 对于想要建立高效的中国公司的 外国企业来说 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 就是长期的指导 这些指导中必须包括实战项目 人们在过程中做出决策 并学会如何在未来做出决策 在中国做生意的企业家 必须懂得政治 但又不能直接参与政治 你的公司还必须帮助这个国家 解决具体的问题 中国人有两种身份 个人和组织人 这使得人们私行不一 中国人不太区分个人的和职业的 因此中国公司行为中 总是掺杂了权力斗争和政治斗争 通往地位和财富的传统道路 往往需要通过冗长枯燥的考试 在这种传统下 国民们总是在为大考而备战 不仅在学校里 在各自的工作生活中也是如此 对西方来说 中国是一个整体社会 他们在一起吃 一起行 一起玩 但是在这个整体的表象之下 充满了你死我活的竞争 这使得中国人成为全世界最个人 最自私的人群之一 中国人对那些充满魅力和远见 能照顾自己 告诉自己做什么 才能取得成功的领袖 为命是从 中国在管理领域 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就是监力没有独裁领导 彼此平等对待 承担犯错责任 分享信息的组织 而所有这些元素 在过去几乎从未出现过 中国对富裕起来的疯狂追求 伴随着对体制 对直系亲属 或密友以外的人群的 深刻的不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 建立起来的商业环境中 浸润着不诚实 以及对透明和公平的 纠纷处理机制的迫切渴望 如果你曾经因为 中国人恶待外国人 或外国人恶待中国人而沮丧 那么想想这个 也许能得到些许安慰 中国人对中国人更恶 全书完